边看再边聊 中脸中搭配一个女王 但是中期她们的节奏打得比较松散 没有能够在短暂的优势期呢 把握住机会把秘密一举击溃 让秘密在后期美朵沙成型之后 还是比较顺利的拿下了比赛 现在第二局是哪位在听回方 依旧先班先选 扮人是没有变化 还是射基德和火猫 然后秘密的话一扮还是露娜 看一下第二扮要不要去扮大鱼人 这场比赛已经是欧洲区预选赛 在小组才败这组一场比赛了 就是双方获胜的一方 将能进行到下一轮的淘汰赛 失败的一方就要被淘汰 是一场生死战 河北的空气污染 确实在全国算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河北有很多重工业城市 像北京跟天津的一些工业 都分布在了河北 所以河北的重污染地区比较多 像宝定唐山石家庄污染都挺严重的 这哪位一选 秘密是半万大鱼人的 这样哪位一选的考虑 可以考虑拿毒狗 也可以考虑拿灭主 这两个都是容错率比较高的 秘密最近是比较喜欢去强选这个大哥VS 他们最近给MP选一号的VS的胜率比较高 会搭配成这样的推进体系 上去的话没有配 后面转了一个美图沙 也是赢了 哪位是一选拉比克 这个是以不变硬万变 这个选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针对性不够强 就这样的选人给对方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属于这种我先选一手百大英雄 看你的阵容 然后再来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我觉得秘密有可能会选VS跟 有可能选VS跟沉吧 对这局是 是蚂蚁 这局是秘密没有办哪位的马格纳斯 之前哪位 马格纳斯好像用的是比较不错 上一局秘密是一半的 这一局是放了出来 一手还是抢了蚂蚁 其实上一局 蚂蚁在中后期还没有 没有轮到他去发挥A张的效果 美图沙就已经接管比赛了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不需要他用A张救人 就已经能够打下了 这一局选蚂蚁加VS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蚂蚁加蓝胖子 把VS这个比较偏体系的英雄 放到后面去选 如果哪位不办的话 后面可以补VS加成 让蚂蚁去打一个 如果补VS加成的话 那蚂蚁只能去打一个三号位了 果然来了哪位的马格纳斯 这个是上一局秘密的一半 看来是哪位的一手绝活英雄 这一局CQ选了蚂蚁之后 没有大鱼人 不太好被剪甲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选小黑 哪位的马格纳斯 看要配什么样的英雄 之前哪位的比赛看的并不是很多 常规来说还是配这个物理输出核心 比如说像主宰这样的 火猫是已经没有了 或者就是配这个多控 只能打这个技能combo 比如说像双头龙 或者是卡尔也可以 蚂蚁本身也是可以打物理的 这个马格纳斯本身也是可以打物理的 就是出甲腿回音战刃 第二轮扮人Secret稍微的响了一下 我觉得扮一个主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秘密本身的这个 本身的阵容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控制 不太好限制主宰 哪位扮一手黑鸟 主宰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PA 幻影刺客 这个配马格纳斯 也是后期输出爆炸 中期发布速度比较快的一个英雄 别的英雄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经典的配合了 哪位选了马格纳斯之后 应该是一手中单 给登队来用 他们三号背上还可以考虑拿一个 黑弦这样的英雄 这样可以强化一个配合 如果黑弦和马格纳斯 能够配合的起来的话 这两个英雄是 再配合一个物理核心 是可以3v5的 但是比较依赖大招 比较依赖马格纳斯这个大招 最近这个马格纳斯 这样的英雄出场比较 出场率比较低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节奏很快 就是靠大招吃饭的英雄 出场率是低了很多 像潮汐虚空都不太容易登场 就是因为比较容易被对方抓 这个大招的真空气来反打 巨模 巨模也还可以 巨模也还可以 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规的选项 其实巨模的输出是比较高的 巨模的问题主要还是输出环境 但是相对于PA来说 巨模的移速比较快 PA是有一手切入 各有千秋 然后后期巨模是 战装输出本身比较肉 战装站的比较稳 然后PA是爆发比较高 明天应该是 还有比赛 这个DAC预选才会一直打完 后面应该是会解说 更多的比赛 这边哪位果然扮了小黑 Secret是扮了一手腐王 腐王马格纳斯 这个双控的控制强度是比较大的 是双无始模美的控制 但是我觉得从配合度上来说 哪位选一个黑险应该更好配合 对 哪位这个阵容配土猫也不错 他们4号位上面配土猫 或者是萨尔这样的团战型英雄 都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哪位如果说 他们后面想选PA的话 是可以考虑放小黑 可能还是担心 选了卡尔 直接给密断 选了一手中单 因为哪位是已经亮了中单 密断说给我卡尔 我来压制这个马格纳斯 密断卡尔昨天也是对抗AF的时候 第一局用过一次 带队取胜 打的是非常的稳健 现在卡尔是有两个套路 一个是打冰雷卡 战线比较稳 然后中期可以带动节奏 就是昨天mid1的一个打法 还有一个是雷火卡 因为现在冰火卡的火人不太好出 所以说发生速度比较慢 选了雷火卡 先上靠灵动迅捷补刀 然后中期可以靠高等于天火支援 再加上点击手去补发育 打也主要靠灵动迅捷 现在主要就是雷火和冰雷这两种 mid1打冰雷是比较多的 哪位是选了一个三号位的沙王 沙王加马格纳斯的双控 这个哪位的阵容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样就是已经提前给大哥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输入环境了 就看这个核心去选什么了 对雷火卡 最近这样的卡是比较多 Secret这个阵容 选了赏金 那这样是一个大哥蚂蚁 是一个大哥蚂蚁 大哥蚂蚁其实 打哪位这个阵容不太稳 因为蚂蚁这个英雄本身还是比较脆的 哪位的控制比较多 而且都是硬控 像沙王是一个 沙王是一个穿刺 马格纳斯大招 都是这个AOE控制 然后拉比克这个局 也是一个控制时间很长的技能 所以我觉得Secret这一局 蚂蚁去打 打三号位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打一号位有点 有点不稳 Secret是选了一个赏金 选赏金的话感觉 是一个中期想去打架的一个意思 那这样来看应该是一个兵雷卡 中期打架 这个一号位大哥呢 最好也具备一定打架能力 给MP来用 哇 哪位这套阵容的控制能力好强啊 虚空假面 这应该是个一号位虚空了 不过虚空假面跟沙王有点不太好配 这两手控制 这两个 这两个控制 就虚空假面这个控制 跟哪位的前三手都不是很配 除了马格纳斯 中期可以帮虚空提升farm速度之外 虚空放大之后 哪位这边两个近战怎么输出 没什么输出啊 感觉哪位这个阵容 控制有余输出不足 最后Secret办了一手PA Secret是这样赌的 他觉得 哪位应该是一个四号位杀王 三号位虚空 中单马格纳斯 补一个物理英雄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更合理一点 最后这个PA办的还是挺好的 哪位确实需要补一个物理英雄 不然他这个阵容打到后期没输出了 他这个阵容再去补像 冰魂天怒无依这样的酱油 他把输出放在将冰身上有点不稳 我觉得哪位应该是要补一个输出的 他如果打这个一号位虚空的话 那么最好再补一个黑弦 再补一首黑弦这样把控制 刚说完他自己把黑弦给忘了 那这当我没说了 最后哪位的这首选人是挺难想到的 主要是他这个四手的虚空感觉跟前面之中不是很搭 不知道哪位这边PG哥的思路是什么 我觉得有马格纳斯的阵容选远程输出点太可惜了 像火枪这样的 就浪费了这个建设的伤害 不过这局火枪的输出环境确实不错 应该说这局选什么英雄输出环境都不错 拉席克 那这样来选的话 应该是一个一号位虚空了 一号位的虚空 三号位杀王 中南马格纳斯 然后拉席克 拉比克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双控 先后手的双晕 哪位的这个阵容控制能力非常非常强 但是输出的输出的成长性不太好 他的物理输出只有一个虚空假面 还有一个可以转成物理的马格纳斯 最后秘密是选了一个人马 这样是一号位蚂蚁 三号位是一个人马 不离一个肉和英雄 不过秘密这边的阵容呢 他们的一号位也不稳 是一个蚂蚁 这一局蚂蚁是不太好发挥的 这局线上应该会动的比较频繁 因为西克的这个阵容 它是可以三路单战线 蚂蚁和卡尔人马是可以单战三路的线 赏金和蓝胖子可以双游 就是两个人可以去骚扰不同的地方 或者说集中去骚扰一路 然后哪位这边是带一个 双控双游的两个酱油 也会动起来 线上应该会打得比较激烈 看一下分着哪位这边 PJ哥的一号位虚空 增地的马格纳斯 然后General的沙王 RMN的拉西克和Beaver的拉比克 这个分身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 然后Secret这边是 MP的蚂蚁 Mid1的卡尔 King组的人马 它是在蓝胖子和帕皮的赏金 赏金代眼 踢出来 过来探一下对方的分路 这是放了一个野区 看神服的视野 这个眼位 拉西克 不知道能不能看 能不能注意到赏金 这个位置有真假眼 那看到了 这个位置 它是放了一个入口真假眼 来看赏金的位置 通过 哎呦帕皮 这个反眼很精髓 直接两棵树 吃两个眼 非常漂亮 可能是赏金 来撞这个赏金 带真眼开悟 想等赏金过来 赏金破悟 看真眼的位置 撒粉 粉到了 但是拉比克举不到 粉在拉西克身上 一个先手 踢到漂亮 A一下再举 往回丢 杀王往前跟 但是杀王第一次也没跟 追着普攻 但伤害不一定够 粉的时间结束 赏金再是一个剑影 拉比克要点真眼吗 再是一个盲替 踢到点真眼 再追着A 有机会 一轮普攻 漂亮 最后A死 这个 RMN的拉西克的 两手先手替打 还是很不错的 拿了赏金的一血 PJ哥的虚空假面 是一个烈士路 扛压虚空啊 这是个 三号飞虚空 烈士路扛压 对上蚂蚁和蓝胖子 生不如死 中路男位 是比较喜欢上拉比克 来打双中 马上他学了授予力量 这虚空上路 基本上只能是混经验 这局两位 线上主宝的是 下路这个沙王 那沙王老路 这个线上 也是比较强的一个双云 非常经典 DOT1有个台词 叫做 杀王老路 杀人无数 双云组合 无需口舍 当时说的就是 杀王拉希克 以及杀王火女 这两队组合 蚂蚁学了蝗虫 再是耗虚空血量 虚空是带了 三组补给输门 上进摸刀上路 中路卡尔的补刀 是4-0马格纳 48-4 有拉比克的宝 本身还是一个补刀服 这边冰线进塔 赏金绕了一下后 但是塔下动虚空球 还是比较难 再是一个引人好奇 虚空跳了一波 这个位置赏金先过来吃吃服 赏金滚滚来 他来上找 虚空其实没什么意义 肯定是压不死的 而且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圣坛 赏金站着一个隐身服 最后时间迟到 追着拉比克砍了两刀 下落人马是不太好战线 过来打一波野 南威这一局是 主宝沙王和马格纳斯这两路 打了一个212 然后是放空了 放这个PJ哥的虚空甲面来单 让虚空甲面先扛一下压 下一路是人马被动了一波手 直接回家 这个人马线上 打沙王还是比较吃力的 杀王对线近战英雄的时候 基本上 1v1都是优势 何况还有一个拉西克跟他配合 拉比克一波单开物 配合马格纳斯 想一个举家顶 把卡尔顶回来杀 但卡尔这边是加力级冰的 有这个隐身 往回 顶到塔 没顶到塔下 直接秒切隐身 拉比克是有粉 撒一把粉 马格纳斯第一扇没有跟 有二级的波 再追人 卡尔切了一个雷球 带八个魔棒 应该是死不掉 拉西克包了一波 看RM拉西克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机会能踢到 卡尔往上走 卡尔直接是一个反跑 技术冷却 灵动训蝶 反打 赏金也在 但是拉西克是加力级 恶魔吃令 漂亮 直接是先拼死了卡尔 自己还没有什么危险 中立克树枪卡赏金视野 这一波 拉西克是 这波应该是 密乱想多了 他想反杀这个拉西克 但是拉西克开了一个 恶魔吃令 跟卡尔一为一去打 恶魔吃令一为一的时候 是非常强的 中围主要也没有什么小兵 这一局RM拉西克的表现很出色 先是 两个先手的T 拿赏金一血 然后又杀了一个卡尔 比较肥 1101的数据 拉比克又来中路 点一个眼 有视野 来了 举 往回丢 马格纳斯 一下往回顶 塔下 吃了塔一波伤害 再加一个波 应该是杀掉了 卡尔吃一个魔棒 蓝胖子过来 晕一手 切隐身 拉比克的粉 撒到 隔地形 哎呦 差一秒钟 很可惜啊 登地这个波并放出来 蓝胖子追 拉比克 变一下 赏金也在 砍一刀 拼死一个拉比克 这波蓝胖子支援 还是很到位 卡尔是差一点被杀 下路 杀王老路 先后手 双晕 但这波主要是以 推塔为主 塔点掉 人马不太好杀 杀王 被踩了一脚 有芒果 要不要跟 想上 吃芒果 往前刺 刺到 刺 还是一个双刺 这个赏金也是 正好被刺到了 这样强杀一波人马 拉比克 带真眼 在这个位置 杀王前 是够密法鞋的 买出密法鞋 拉比克 过来个先手举 往回丢 很多控制 两手控制 一个T 点真眼 再撒粉 这个就有点多余了 拉西克 直接TP 看天火的位置 应该很不错 带走 圣坛一本TP 是赏金 蚂蚁卡位 拉比克 举一下 往回丢 蚂蚁再往前跟 这是一个大哥 马一等级比较高 六级 人马也包过来 拉比克 这个位置 想送也比较难 被赏金一刀砍死 皮贼克的虚空 是混到了六级 拉比克带雾来中 这波可能是要开雾 拉比克 拉西克 虚空 三个人开雾 想对卡尔动手 看这波怎么打 直接过来 跳 大先手 大住了卡尔 拉西克 开恶魔使令 A一下 往前跟一个T 跟拉比克 举控制重了一点 但是没关系 还是想杀掉 看这波 秘密能反留几个人 马贵达斯 漂亮这个大招 大住两个 两记普攻 但是没有伤害能跟上啊 没杀死人 自己被杀了一个拉西克 也只能往回撤了 这个顶也是没用 刚才主要是杀王不在 如果杀王在的话 能补一个大招 就爆炸了 马贵达斯控的很到位 但是输出没有 之前我们也说 哪位这个阵容的 控制有余输出不足 少一个人都不行 不过这波也不亏 拉西克跟卡尔一换 跟卡尔一换一 哎 缩地 拉比克有粉吗 没粉 那没办法了 密断卡尔 这一局战线 站的不是很稳 线上是死了两次 赏金到上轮补一下发育 马上五级 补出了一双密法鞋 经济还可以 现在场上经济 我们看一下 RMP的蚂蚁是第一 然后是登地的 马格纳斯 还有General的沙王 就是哪位线上 珠宝的两个点 还是比较肥的 这个位置看到了 一个没有蓝的蚂蚁啊 但是没有想动手 下落拉西克也是 补一下发育 买了一个护案 下落沙王TP 沙王TP 但是不太好先手 这个人马其实 拉比克被包了 一个天火 预判性的天火 增地的马格纳斯 出光是 甲腿加打野爪 这样来出 回音战刃 应该是个物理流的 马格纳斯 经济目前全场敌 这个这样的马格纳斯 清也是很快的 但是它的加点 并不是纯物理 它是主波 并不是主兽与力量 蓝胖蚂蚁波开悟 MMP是带队来打架 这波开悟 先点一个眼 也去视野 有机会包杀王 后面还有个拉西克 直接找了一下塔下 看到拉西克了 看怎么杀 给控制 拉西克开大招 看天火的位置 天火位置很不错 打到了 杀完一个穿刺 A一下有虎之毒 一个波 蓝胖子也死 将为为了一换一 蚂蚁打招回刀过去 走了 这样的马格纳斯 就是他先发育 然后因为他的装备 出来之后 打前很快 所以跳刀补的也很快 就是节奏不是很紧凑 但是打到后期的输出 是比较高的 下路想配合杀王 来杀蚂蚁 跳大杀王这个位置 先要大招应该是 A一下 A两下 A爆两个兵 补一手刺 漂亮 也是可以 用两个辅助多的伤害 加上一个刺 带走了蚂蚁 马威这个阵容的控制太多了 所以他们觉得节奏点 也是比较多 比较好 就是找人杀 杀王是选择 先做了一个以太之境 拆了密法鞋 赏金看到了信使 跟了一下 应该杀不死 这个赏金服 他也 没敢去控 这局人头 比较多 登地跑到对面的 高台强行控服 被蓝胖子追 这边包一个赏金 不过这两个输出不够 魔马体质 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好杀 对 这个马格纳斯 他主要是 靠自己物理输出的 就是他前期 可以通过这个 巨角冲撞去打切入 然后有跳之后 大人自己可以输出 因为哪位这个阵容 在一号被虚空 前期去扛压了 所以 马格纳斯要承担 起一定输出的职责 在中期可以靠杀王输出 然后后期 马格纳斯自己要输出 看一下卡尔的经济 卡尔现在应该是 刚做到点金手 十分钟 这个速度已经是 稍微有一点慢了 不过等级的话还可以 八级 有高等级天火 哎 哎 哎呦 等地 他这边 感觉对方上南附近 可以踢人要被留 还是被留了 交了一个大招 还 送了个标记人头 天火 没扎到 不过没关系 他还是吃这个 对方的神服太勉强了 这个时间在这个点吃服 对面圣坛 两本TP 前后包夹 这马格纳斯怎么走啊 他想是大招之后 自己顶回去TP 但对方有个人马在 人马有个大招 可以让队友加速去给控制 强行留住了这个马格纳斯 PJ哥这一局选择是想在中期补一个点击手来发育 哪位这个阵友想打后期 上路过来推 正受到攻击 页眼建筑全面加固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击 他皮的赏金反眼法呢 还是非常准 这样的这个杀王 他是先坐了一个以太之镜 这个出装其实 有一点尴尬 哎 蚂蚁这个TP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 又到蚂蚁 上塔是被天灰的车子点掉 想留虚空比较难 跳走 这波是没有打起来 杀王继续来补现 哪位这边杀王这把跳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杀王现在farm速比较快 他这跳应该是能够出的 比马格纳斯要早 马格纳斯需要先补魂音战刃 蚂蚁是利用自己 在对方野区布的两个眼 在对面的野区活动 控服之类的 这边Secret也没有什么节奏点 要看天火的位置 先挂蝗虫 给天火 这个Mid1想的 想的也太好了 他想马格纳斯 他觉得马格纳斯会往圣坛附近顶 在圣坛这边放了一个天火 但马格纳斯是顶了一个地形 上路 人马被抓 这个 两边阵容来讲的话 秘密是没有节奏点的 然后哪位是有很多节奏点 他们杀王可以抓人 猛马可以抓人 虚空可以抓人 而Secret现在只能是刷钱 卡尔想先做跳刀 杀王这把跳刀 一千四也快有了 赏金跟了一下 蚂蚁在往前走 但是不好杀 点真眼撒粉给标记 杀王还有手刺赞 杀不了 秘密这个阵容没有控制 没有先手控制 人马出的不是跳刀 出的是一个挑战 虚空的点金手 应该也快补出来了 诶 PJ哥响了一下 感觉出点金点拖 不出了 改电锤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击 登迪是魂音战刃 已经是赛运 经纪还是全场敌 页眼中塔 正受到攻击 登迪的马纳斯 跟善狙女王一样 还是比较偏发育的 给虚空一个buff 两个人 继续刷 拉西克也刷 做了个假腿 天灰下塔 已被摧毁 迷广的卡尔 是真不利把跳刀 想用跳去 秀虚空两边的大招吧 想出跳 应该是想秀了 看能不能秀到了 沙王往上走 被秘密的眼卫 直接看到 这波赏剑在藏着 人马直接走了 中路双倍的虚空 卡尔一个吹风 解一下状态 拉这个偷离一个灵动训捷 现在南卫也不着急 秘密也不着急 沙王跟拉西克 还是动手成功了 这个有点不应该 给一个天火 沙王是没有死 这波是有眼卫 看到对面的沙王过来 但人马还是被动手了 这个就不知道 是怎么被动到的手了 当时已经看到 选择缩了一波了 高坡赢一个沙王 直接秒掉 这个地方秘密是有一个眼 真假眼 控了对方的圣坛 沙王是想过来吃圣坛 结果被杀了 这样杀王的跳刀又被断了一下 现在就是中期队发育 这个智隆往后期打的话 我觉得哪位应该是要更好打一点 他们这个控制的强度还是太强了 这样容错率比秘密要高很多 有两手无视魔门的大控 马格纳斯控一个赏金服 马上有跳了 猛马恰糟 这一局 Mid 1是一个 是一个冰火卡 这个卡 这种卡的加点 它的发育速度并不是很快 因为它也没有加天赋 没有出火人 一波南威的开悟 这个粉是粉 粉错了方向 没有粉到赏金 被赏金破误了 马格纳斯跳到第一波 开悟没有成功 下路里面沙王被抓 沙王在补跳 买出来 跳走 漂亮 直接TP 挂着蝗虫 蓝胖子进门来 给了控制 漂亮 这样的这个反应很快 它是挂着蝗虫买跳之后 一秒钟跳走 利用跳刚出来的 这个一个瞬间的 可操作性 现在哪边又进到一个强势器 他们现在是沙王和马格纳斯 双跳 然后Secret这边没有什么 特别质变的装备成型 蚂蚁的 蚂蚁的装备 它这个出装选择 是先做了一个魔龙枪 然后又挂了一个尖刃球 还要出BKB 感觉思路不是很统一 卡尔在补卫仗 南威是要过来打盾吗 拉切合个满级的 跟我们吃零 打得还是比较快的 叶眼中塔 正受到攻击 这边赏金是把现实杀掉 帕皮对于这个 视野的把控以及杀鸡 还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但哪位这一波是拿盾了 现在哪位的局势比较优 下路 没先手啊 哪位这个秘密这个阵容 没有先手 能够去打杠克 中期一直是比较被动 人马的 这把跳刀是终于做出来 18分钟 呃 蚂蚁这个出装 他是 魔龙枪称鼠镜 然后尖刃球做恢复 直接做了一个BKB 哎呦 这大了个寂寞 他大谁去了 他是大蓝胖子去了 蓝胖子TP回家了 然后没有大柱 蓝胖子 跑掉了 上路杀王跳大 先手 位置很不错 看拉奇克能否跟上 呃 漂亮 人马一个大招就到了 拉奇克的位置还是略远了一些 给了一个标记 人马跳起来一波 给天火 沙王被带走 这波反打还是很漂亮的 先是利用人马大招救了一下卡尔 然后再是利用支援 杀了一个代表记的沙王人头 一个人头是给了秘密500块钱 现在人头比较了9比9 马格纳的中期继续疯狂发育 保持全场第一的经济 加攻速攻击力 走的就是一个物理路线 卡尔做出了一仗 这个正如往后拖的话 两边都可以打 哪位这边 后期的控制比较强 然后秘密后期人马可以做一个A仗 人马这个A仗还是 比较克制哪位的阵容 因为哪位这个阵容控制强 但输出不够 他控制人之后人马开个大招 不太好杀人 蚂蚁是做出了BKB 等于是 先出了大剑是BKB 裸出了一个BKB 不过打对面带杀王灯这种倒是也可以这样出 卡尔选的补飞血 感觉这局应该是一个 后期大战了 这个 可能要刷很长时间 因为两边 哎 虚空被抓 看天火 伤害够不够 打掉一个盾 很不错 还想再扎 扎第二条命就想点多了 给一个标记 虚空时间膨胀 看往哪儿跳 要放大招的 对 搭住人 然后往回走 反跳 TP 人马 跳踩 漂亮 他是大到两个人 这样是不够 他必须是大到三个人 然后 再通过一个反跳 利用大招去卡式也TP才可以 这波PJ哥又是比较伤 带顿死 然后又送了一个标记人头 现在经济差 咬得很紧啊 哪位只领先不到1000 经验是领先2000 双方应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 虚空这一波想走 必须是大三个人 然后往反方向跳 利用大招去断对面一波 人马又是配合天火 杀死了一个拉西克 这边 杀王 想动手 但是没输出啊 这边 哪位这种没输出 马格纳斯看 直接放弃 就跳走了 人马一个忙 他才没有成功 杀王藏了一手 带补刀会有刺 漂亮个吹风 找到了 赏金看标记 往里刺 直接TP 人马这边跳CD 留不到 天火也是 没办法 下路蚂蚁点塔 现在秘密是重新掌握回了场 场上的一个节奏 马格纳斯更新了 BKB 登帝这一局跟上军女王一样 还是中期自己开始刷钱 虽然说刷的比较多 但是 局势感觉是越来越不容乐观了 被秘密的赏金抓了几拨人 人马的A杖也在做 人马这个A杖是非常困难的阵容 因为哪位阵容的输出点太少了 他们的输出太过于平缓 没有什么爆发 卡尔做出了飞鞋 Midda的经济刷到了全场第一 虽然说先上死了两次 但中期依靠这个天火支援跟自己的Farm 节奏还是比较不错的 下路是杀王跳大 杀了一个懒胖子 就无关痛痒 中路这边直接动手 一个跳踩 但是被虚空躲开了 虚空这个位置 PJ哥应该是他是往前跳的 他这个跳刚才是CD用过 但是被动手在人群当中 应该是他往前跳躲着马踩 但是被秘密的后边的人包了 又死了一个代表记的虚空人头 这很亏啊 这哪位现在感觉就是打着打着就没节奏了 马格纳斯一直刷钱 就看后期登帝能不能踩脚好大了 现在Secret开始抱团有序进攻 人马又是跳下天火女士逼刀 沙王被秒 哎呀 哪位的人中期一个一个被抓 本来哪位这局跟上一局一样 中期是有一波 沙王马格纳斯双跳 配虚空有大的一波强势期的 但是那段时间 他们打的还是跟上一局一样 特别的分散 没有利用自己强势期 给对方形成压力 还是对刷 虽然说马格纳斯经济还不错 但是虚空跟沙王连续被抓 经济已经是落下来了 而且这个这种打到后期的话 他们这个这种 比较怕人马的一个一仗 两局感觉输的节奏都是挺像的 蚂蚁是要补一个暗灭 拉比克是喜欢带了一个宝石来反应一下视野 拉奇克做了一个吹风 哪位应该是要开一波雾了吧 哪位这个中期分散被抓已经太长时间了 应该是可以开雾跟对面打一波 先是抱团去反一下对面的视野 帕皮的赏金做了一个支配 支配了一个兽人 准备去看眼盾 现在人马的一仗也快了 人马一仗还差700 卡尔下一件要做林肯 那位终于开悟了 这开悟 这开悟还真是没反到这个眼 帕皮这个眼放的还真的是比较刁钻 上路又是给你个蓝胖 动不动手呢 很尴尬 还是要动手 先手一个刺 人马开打一旧 这蓝胖拉比克绕后 强行杀 强秒了一个蓝胖子 这一波 应该是一波杀人破塔 但是下塔也是被IMP先带掉 这样等于是一波换塔 哪位多杀一个蓝胖子 其实也不是很赚 想逼高地的话 有个A仗卡尔可以守 哪位也只能撤退 这边秘密是选择利波开悟 人马卡尔加上赏金 人马的A仗应该是在运 人马这波带A仗 我哪位是个宝石的 返了一圈 返了一圈视野 哪位现在是 占据着一个视野优势 在对方野区跟中路有两个假眼 秘密应该现在是一个断眼期 眼都被反掉了 直配的石头人 貌似是看到了沙王的素质 赏金隐身过来探一下 沙王一个次次走 沙王如果露线的话会有危险 已经被发现了 先砍一刀 砍一刀标题天火 带走了 中期沙王和虚空被抓得远多 沙王是中期死了四次 虚空是死了两次 而且都是标记人头啊 顺势拔一个过期的中路一塔 老司机刷了一整场 登地全场补到最高225个 就看他后期能不能踩比较好大 被摧毁 顶出去了 肉扇没有刷新 刚才是盲跳了一波肉扇 这个拿位现在真的是 金飞西比 感觉中期的几标特别的差 现在Secret 蚂蚁有暗灭加BKB攻守兼备 卡尔是有林肯 赏金大勋章 人马有A仗 整体阵容容错率比较高 拉西克被发现 这是一个隐身人马 跳踩先手 再加天火 直接秒掉 又被抓了一个 哪位人又不齐 拉西克是过去 也没有眼啊 不知道过去干嘛 就被被抓了 赏金放两个射人看肉山 然后跟卡尔两个人发育 又是蓝胖子 这人哪个东西 只能杀蓝胖子 这人马放个大招 这蓝胖子还不一定死 点一个真眼 天火 急速冷却 登地这个位置 开BKB 雪空漂亮 大住三个人 马格纳斯看这个位置 找机会顶进去 跳进来 一个大招三个人 大招流 来了 上大招再补一个 打着对面一波 小团灭 哪位是终于打出了一波团战啊 终于是可以出一口气了 这个时间等了太久太久 这波是PJ哥找了一个 合适的机会 大了三个人 大了四个人 然后秒了一个剩三个 登地是第二时间跳进来 踩中三个 直接全部秒掉 没有给对面任何输出的机会 一波 打了一个 一换四加拿盾 这波秘密是赏金不在 哪位 哪位这口气 可是憋得够久的 终于打出他们的这个阵容 硬的一波配合 结果之后看有没有装备更新 沙王是补了一个吹风 拉七颗应该是要补个勋章 虚空再做BKB 蜜蜜的蓝胖子 被抓的比较多 死了四次 液体预选赛第一轮已经出现了 第二轮还没有打 对 哪位这个阵容其实可以 可以早一点这样打 他们刚才那波团战 所需要的条件 基本上 五分钟 十分钟以前就具备了 拉希克也是刷的比较多 经济还不错 伤害也是不容小觑 现在PG哥的虚空是 分身斧电锤BKB带盾 中路难位是要推一波 我觉得看起来这两场状态来看的话 就哪位这个状态 还是不太好打 其实哪位这场赢了 我觉得也是秘密 出现的地方要大一些 沙王梯上再收线 哪位打得还不是很着急 这个位置 秘密是有一个眼的 人马跳踩 先手 天火 虚空 盾直接被秒掉 吹起了一个蚂蚁 开BKB 挡掉一个T 看怎么打 蚂蚁撞过来这道混乱 中了标记 有大招 呃大招 这边蹬地是大S柱 没有放出来 卡尔跳过来给个激素冷却 这边哪位全弹挂着都是标记 杀完一个刺刺 回来刺中了赏金 赏金意味着很尴尬 被举一手 虚空假面 跳进了大众两个人 大了两个辅助 大了四五号位 这样 Secret是 人马给个大招 先掩护一下 马格纳斯是单大的一手卡尔 强杀卡尔 再补一个穿刺 卡尔被秒掉 蚂蚁想输出 但是蚂蚁是被拉比克 偷了一个标记 挂着标记 被虚空蚂蚁追 虚空是有分身斧带宝石的 不追了 再回头 再来打连马 连马这波也要死 这波蚂蚁又是打了一个 一换死 还是他们这个控制的 下路 沙王是过来一个跳大 直接秒掉了带标记的蚂蚁 蚂蚁 哎呦 活葬嘴啊 蚂蚁是有大招 直接回到过去 还是跑了 有吹风的沙王 哎呀 没回头 我们看南威团战 其实还是比较好打的 他们这个控制的 熔头率太高了 刚才马格纳斯 只大了一个卡尔 就够了 因为蚂蚁正面 是不好输出的 他这个装备 即使有BKB 还是比较脆 没法跟南威去 刚正面 接着我看 此刻能否追击 沙王一个双刺 马格纳斯顶回来一个赏金 给了边膨胀赏金的秒镖 拉比克 偷到了蚂蚁的梭地 哪位这个阵容的控制 非常多 团战是比较好打的 秘密的阵容 虽然说有一个 人马大招在 但是卡尔本身没有BKB 还是不太好 就躲对面的团控 登地是在盯着这个卡尔大 难为中 通过中期的两拨团战 又是把局势 打回来了 经济领先了 8000 经验是领先了15000 迷队玩是要做一个玲珑心 这局他是想好 要通过走位来秀对面了 但是要走位秀的话 卡尔应该考虑补一个推推棒 可以更灵活一点 光靠一把跳还是比较难的 灯地是又补了一个引刀 然后再要做紫苑 现在灯地已经是 哪位的一个输入点了 虚空斩命的装备也不错 大剑锤 看一下宝石的情况 现在宝石在拉比克的身上 赏金这个位置 人马跳踩先手 加上天火陨石 逼到秒谁 秒杀王秒掉了 虚空斩单大了一个蚂蚁 想直接敲死 蚂蚁没敲死 哎呦 这个有宝石在 还是追死了蚂蚁 忍者马被杀 哪位继续追击 赏金直接是拼死一个拉比克 这边趴币还是比较冷静啊 是强拼死一个拉比克 因为自己已经是必死了 这波是蚂蚁死的比较伤 被虚空大住 没有办法 虚空带着宝石 结果赏金是交了一个买活 要守高地 这双瓷爆 这个高地还是 还是不好上 马格纳斯是有大招 但是想一想哪位还是撤了 下落军线不好 虚空回来收线 打到后期的话 哪位这边 他们的叔叔有一个 虚空假面 然后 Secret主要是要靠一个蚂蚁 他们这个蚂蚁的装备呢 有点差 而且不是一个正面英雄 这个坚韧球挂到现在 还没有做成装备 感觉MP这局的出装思路 不是特别的清晰 卡尔这边有机会单杀 急速冷却 拉比克只能破一下林肯 被单杀 这局C会想赢还是要靠 Mid1的这个卡尔开人 人马一个大招 又是秒掉一个拉西克 马格纳斯大中两个人 但是队友不在 赶紧顶走 卡尔吹风 在招火人 想过来追 灵动训捷 切急速冷却 找人 马格纳斯的位置 比较远没有给到技能 没了 天徽中塔 正受到攻击 那维是又被抓了两个人 中路PJ哥好像有想法 这个位置还不错 跳过来大招 单大一个蚂蚁 开BKB 强行出出 蚂蚁这个位置 昆神斧上 再补个跳大 强秒了 这波人马是暂时没有大招 不能救 跳踩 天火 双刃剑 陨石 漂亮 这套配合 直接秒了虚空 假面 这样PJ哥的宝石被绞了 终结了一个杀人如麻 这波 蚂蚁虚空的一换一 秘密也是可以接受 卡尔更新了零容心 看密度玩表演了 蚂蚁在蚂蚁在秘密中的作用 中文人要大得多 人马又想打先手 但是这个位置 哪非是有真假眼 应该是看到人马藏的位置 中文利用虚空门阻亡 再破一个二卡 2名秘密 是先破了对方的全部外卡 可以拆胜弹了 GN的沙王想做 玲瓏心 我觉得打CQ的这个阵容 哪位出BKB应该好一点 哪位现在的BKB有两把 沙王也可以考虑出一个BKB 包括拉席克也可以出一个BKB 因为现在秘密的主要核心是一个卡尔 拉席克做出一把A仗 秘密现在是救人点不太够 他们只能靠人马一个A仗大招去救人 感觉MP的蚂蚁这局定位稍微的有一点问题 他的出装如果把尖刺球这个时候没有 换成一个A仗 会好打一些 因为哪位都控制太多了 秘密需要补充一下队伍的反手 现在男位是没什么眼 秘密在这个地方有高抬眼 看到了一个拉席克的位置 两边都是抱团 人马吸吧 人马是可以帮队友补个笛子 感觉 因为只要哪位的一波控制的时间 这一秒不了人 他们后续的伤害并不是很强 秘密关键是 哪位是把盾友脱掉了 还是去攻略盾 攻地马格纳斯是做了一个子愿 他的25级天赋 应该是减负过时间了 马格纳斯这个25级天赋不是很质变 卡尔看到一个拉西克 下路 蓝胖子先被动手 蚂蚁赶过来 陈国想反打 密度暗是先单杀了一个拉比克 人马一个大招 就蓝胖 蚂蚁开TK比输出 这风吹起两个人 接天火 位置应该是 天火放早了 拉西克吹自己 灵冬训捷 点死 拉西克也倒下 蚂蚁在这杀王 吹风流了一下 原人马是被虚空粘住 但人马很肉 有西瓦和挑战 马格纳斯已经是没有BKB了 但是有大招 虚空也没什么状态 有一个盾 虚空还分身斧 虚空已经是没大了 给一个吹风吹起了虚空 登记在找位置 磁暴 虚空是开启了BKB顶磁暴的伤害 天火 放得早了一点 人马开西瓦追 马格纳斯顶走 虚空假面 跳走 卡尔再追 灵冬训捷 急速冷却 虚空这个盾还是没交 差了一点点 不过问题不大 这波虚空是交了大招 然后哪位的BKB时间时间很短了 虚空BKB6秒 马格纳斯BKB6秒 现在哪位的BKB时间变短之后呢 打到后期又不太好打了 杀王是做了一个西瓦 所以做西瓦比做灵龙心要好一点 灵龙心现在出还有点早 蚂蚁是尖刃球挂到最后 选择要出一个龙心 来扛一个对方控制时间之内的伤害 结果虚空盾倒是还在 但是哪位的人又是比较分散 西瓦的一波开悟 看到拉西瓦的位置 想抓单 人马刷西瓦 给视野还在跟 但是知道拉西瓦应该是找大部队去了 赏金这边蹲一下信尸 信尸里面带着的是 哎呦 这信尸里应该是虚空的林肯吧 果然PJ的林肯被砍掉了 下路哪位推二塔 中路秘密逼高地 这样哪位应该还是要回房 开了一波塔房 踢人回来 Secret通过一波微微旧照 还是延缓了对方带顿上高地的一个节奏 踢了一个拉比克 这边盛弹一本TP是蓝胖子 先过来卖 沙王在这个位置看着 没动手 人马被发现了 虚空大住一个人马 单大人马想强杀 看能不能杀死 赏金给了一手威光 人马有大招 再补控制 人马大路能开出来吗 开出来了 没死 踩一脚 这波秘密一个反打 沙王吹自己 落地被踩中 双人箭 沙王被拼死 这边再追 虚空大面被吹起了 应该也要被风筝死了 先交盾 马格纳斯没看到什么地方被杀掉了 马格纳斯的PK币都没开 这边是密乱卡尔更新力把扬刀 他这一波是更新力把扬刀 刚才看到是直接扬 秒了虚空的第二条命 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是被密乱杀掉的 有可能应该是被他扬到之后 直接秒了 沙王满活 刚才哪位是虚空大招 单打了一个人马 最后虚空大招的输出 加上沙王跟跳大 强杀人马 但是没有成功 找了个最肉的 虚空没钱买活 蒙马是有大招的 只能看登地自己了 开引刀找位置 结果站位很散 人马带着宝石一马当先 有宝石的这个人马 一路 两路 两路高地 高破 可以考虑转上 虚空还有28秒 蚂蚁是更新的龙心 正受到攻击 正规终于 已被推回 应该是一波带走了 但是哪位打的确实 不太好 蚂蚁过来卖 把蚂蚁顶回来 蚂蚁大招回去 人马开个大招 还是看蚂蚁点 这波应该是要走了 虚空快要复活了 秘密也交了一些技能 拉比克这波 偷了一个人马大 这个技能不错 而且它是一个 A上大招 但是现在哪位 被破了两路高地啊 感觉哪位 两局都是自己 没有在强势 把握住机会 被蜜蜜 后期拿下了 这一局 中期一度 经济领先了一万 他们是连赢了两波团战 经济领先了一万 但是又被蜜蜜 连追了两波 加上这一波 破两路高地 直接是蜜蜜反超了一万经济 经验现在还是持平的 蜜蜜这一局 真的是 又是靠蜜段carry啊 蜜蜜 感觉好像蜜段是 每一把都carry 把carry 6千1的卡尔 已经没什么可更新的装备了 再更新 只能是鸟里面放个刷新球 他选择要做营业之金 这也买了 接着装备 就是六神装 没有必要换 那被一波开悟 被蚂蚁偷悟 举 这是一个龙心蚂蚁 人马换大招 救一下 卡尔吹风 掩护蚂蚁这个位置 开BKB 大出来 没死 马格纳斯 大S一下 看大谁 没什么合适的机会 只能事先走 这波又是哪位的亏败 拉席克 BKB之后被养 秘密一波零换三 蚂蚁有龙心血量 很快回满 这一局 秘密基本已经拿下了 这边卡尔发现了一个沙王 沙王一个反刺刺走 再跳 现在哪位的输出已经是 杀不死这边 Secret的龙心蚂蚁 和我带一张人马的阵容了 沙王一个跳大 打赏金 感觉也不是很疼 赏金又补出了一个威势竞价 这场比赛应该是结束了 BKB刷力整场也 没能够carry局面了 随后 啊 人马开 开大招去虐利国拳 BKB在拳式里面大入人 这个帕皮面对 面对老队友也是毫不手软 其中秘密是 2比0战胜哪位 淘汰了哪位 亲手送次 等你回家 不得不说的是 Mid1这局又carry了 15杀4死13助攻的卡尔 33000的伤害 非常期待 秘密如果能够出现的话 Mid1跟世界上的一流 中单兑现